小星超人被粉丝抢劫,月舞被粉丝跟踪,旁点看链中的超人气偶像,五超人中粉丝最多的就是花星超人和小星超人了。 花星超人很在意自己的粉丝,只要发现掉粉现象或是人气比小星超人低,他就会非常焦急,必须想尽办法让自己稳居人气排行榜榜首。 他经常举办粉丝见面会,享受被粉丝追捧的快乐。 上次还演过一部超人打挂手的电视剧,虽然里面的对白很搞笑,但他饰演的圣弗兰西斯·耶峰麦尔奥天,还是让他人气爆棚了。 小星超人与他完全不同,他的粉丝都是些自来水,不需要他任何静影就被他冷酷的外表和柔软的内心折服了。 上次老奶奶下着小屁孩都是他的狂热粉丝,但是小星超人并不喜欢被粉丝追捧,每次都尽量躲得远远的。 他甚至去学习小小怀的陋习,想让粉丝讨厌他,他唯一一次进入自己的粉丝会,还是因为要去那里执行任务呢。 桃子姐姐也是星星球的超人球像,这可爱的外表,甜美的声音,就算播报无聊的新闻,大家也都非常愿意看。 翟波士就是他最大的狂热粉丝,不仅收集他很多钱名海报,还每天定时收看他的节目。 桃子姐姐的粉丝见面会也是非常热闹,有些星星球人见不到他,甚至会抑郁。 但当官还想凭借这一点,满家桃子姐姐,让星星球失控。 音乐超人虽然戏份不多,但人气也很高,因为优美的歌声,他举办了巡回演唱会,被誉为星星球的音乐小庭后。 现场人山人海,灰星司令想趁机侵略,最后被他的歌声感动,自愿推兵。 小小玉是灰星星球最受欢迎的神秘歌手,他的歌声饱含思念,让人共情。 因为灰星公主的皇室身份,他只能偷偷溜出宫,化名为鱼子将来演出。 随着父亲离世,他要承担起管理皇室的责任,所以举办告别演唱会,以后不再出来唱歌。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,他还是没能好好跟粉丝告别。 乐舞能成为超人球偶像,完全是新颖的意外之举。 他走在大街上,突然被一群人包围,不是要签名,就是求和影。 不管他躲到哪里,都有粉丝围观,搞得他懊恼无限。 回到基地后才发现,是新颖直播时,把他也录进去了。 大家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,大口吃饭,毫不做作,就瞬间被吸引了。 该片段被疯狂转发,玉武的人气直接飙升到榜首,就连他的筷子也有25万粉丝。 小亚也是通过直播积攒了不少人气,他是人鱼王子,平时没啥事,就喜欢拍短视频,玩直播。 但他并不是为了要粉丝刷礼物,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海底的乐趣,因为他家里足够富有。 最后一位超人气偶像,你绝对想不到,那就是大大怪,别看他长得丑,可灰星星球人就喜欢这一款,他们认为最帅的人就应该长这样。 反而花星超人这种大明星,被他们一口一个喊丑,花星超人表示,再也不来灰星星球了。